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按下订阅的按钮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在上一集的影片里面介绍了在Niagra 4这边的一间玩水的度假屋 叫做Grey Wolf Lodge 之前上午查了一下 原来这间Grey Wolf Lodge在官网上面翻做中文叫做大狼屋 在Grey Wolf Lodge大狼屋饭店确告之后 现在开车来到了Niagra 4大街这里 开车过来其实很近 差不多三五分钟就到了 现在大家看到Niagra 4大街这里蛮冷清冷 因为今天不是假日 所以瀑布这边的人不是很多 而且因为现在不是我们的旺季 现在十二月多还蛮冷的 所以在Niagra 4大街这边的客并不多 现在这里往前面继续直走 大家可以看到前方有叫做Speed Wave 是一个玩Go Kart的场地 这个Go Kart其实我已经自己能玩过了 速度并不是真的很快 速度老实说还蛮慢的 纯粹只是好玩而已 所以今天就来这里 带大家看一下这个Speed Wave的Go Kart赛车场 想要玩这个Speed Wave的Go Kart是有身高限制的 想要开车的人必须要超过147公分 而不可以超过198公分 而乘坐在车子旁边的乘客呢 则必须一定要超过102公分 而不得超过152公分 换句话说如果你已经超过147公分 你必须要开车 你不能坐乘客 而小朋友们如果想要自己开一部车的话 一定要超过147公分 才可以自己开一部车哦 你不属的说明 要 Clube车 可以 可以 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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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卫视里去哪里这个节目的朋友 别忘了点选订阅按钮并开启小铃铛哦